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亚军会上 阿布都的数据非常亮眼 三分命中率高达53.8% 场均能够得到14分7.8个篮板 影响力直追周期 尤其是在对阵伊朗的决赛中 打得异常坚决 在落后16分的情况 下吹响反攻的号角 临时得到20分 成功逆转伊朗 在这场比赛中 阿布都将自己的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 连央视的解说员都说 伊朗队可能从来都没遇到过阿布都这样的球员 阿布都的球风 如果你仔细看 就会发现 重犯体现出一个在字 很类似于NBA球星的艾艾福森 这类球员非常善于用脑子打球 球伤较高 往往能准确的判断出对手传球的路线和时机 快速出手 形成断球 而且骨子 力很强硬 绝不脱泥淡水 该出手时就出手 典型的比赛型选手 平常可能看不出什么 越是处于逆境 就越会变得兴奋 仔细梳理阿布都的技术特点 其特点定义仍然是3D球员 阿布都的三分射程已经达到了NBA的水平 属于艾艾扎形3D的定点投射 但是中国字母哥的持球进攻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在防守端 阿布都可以在亚洲从一位防守到四位 当然缺点还是有的 那就是步伐仍然太慢 要知道 NBA级别的防守和控球能力强的后卫和前锋 在亚洲几乎没有人能跟上 阿布都擅长打关键球和逆风球 属于大心脏系球员 关键球上在线 属于那种他和你打球 你看这干净却没办法的球员 对篮球有与生俱来的嗅觉 在防守和抢断的帮助下 篮板 鞋防 掏球 抢断 都有一定水平 体现出超过其年龄的成熟 可明显 阿布都在NBA下级连赛 得到了不小的锻炼 况且阿布都还在中国自带流量 荆州勇士还想招阿布都就不显得惊奇了 新疆队没有完成阿布都的叙运 不只是为了什么 难道仅仅是上个赛季 阿布都的数据不亮眼 阿布都可是潜力固 一旦牵不下来 将来可是要后悔的 想想吧 不久的将来 阿布都 丁燕宇航 周期如果能把林书豪规划就更好了 这么几名在NBA场当的球员的带领下 在世界赛场上 出了美国队 是否能够和其他强队拜拜手腕呢